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用机械钥匙的这一头 插在这一方面 塑料胶合就会自动弹开 我们用的电池的型号是CR2025 只要你这样一敲 就能打就能出来了 更换完之后装回去 这样就完成了 另外一种是更新一点的钥匙 这个的原理是一样的 按这里把这个机械钥匙拿出来 然后再按这里把这里划开 这个有时候有点难度 大家要有点耐心 划开了之后打开 在这边把它划出来 电池的总类是一样的 一个电池 放回去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在更换电池之前 电池已经没有电了 那又当如何呢 那我们还是有一个办法的 就进入到车里面 把这个盖子 这样子掀开 它的Inition就露出来了 然后用钥匙 哪怕它没有电都好 你放进去 这样子你就可以正常的 启动车子了 如果是这种车型的话呢 它的这个盖子是先不开的 那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办法 在中控这里呢 在这里有个特别的预留了一个 位置是给放钥匙的 因为现在这个钥匙 有一个塑料套子在外面 所以没有这么容易放进去 但你拿开这塑料套子之后 它应该是很容易的放进去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可以无需要 无需要电池也可以把车发动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你 请你 感谢您的感谢 咱们快点 请不接 咱们快点 是 这 咱们快点 是